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说了啊 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应用题或者是爱生活中的问题 就一定要把单位给写上 OK 好了 除法可以写成术诗哦 大家想一想 成法有术诗 除法当然也有术诗了 那 老师有个问题了 来看一下 这个一二三四 那你看 到底哪个是对的呀 除法的术诗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呀 是第一个小朋友说的 老师 你看啊 成法跟除法是不是很相像 对不对 所以 你看 老师 成法我们是一个数乘一个数 然后等于 我是不是用横线来表示 那同样的除法也可以 一个数除一一个数 那我就用横线来表示呗 这样对吗 哎 老师告诉大家 不对 不对啊 为什么呀 因为啊 不管是加法 减法跟成法 我们都可以列成这样的式子 但是 除法 注意啦 我们一定是平均分 哎 所以 这个呢 我们是 除法是特殊的 它不写成这样子 那 除法写成怎么样呢 哎 除法就相当于 再建一个厂 除法比较 哎 比较富有一点 对吧 哎 你看 别的加减成都只能写成最简单的形式 那 除法呢 他就自己开 盖了一厂子 干嘛呢 哎 他生产产品呢 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13根小邦 对吧 他就把这些原材料怎么样 运到厂子里面 大家观察一下 这里就有一个小朋友写了 哎 老师 这里不就是一个厂嘛 对不对 我就把13根小邦运到厂子里边 是不是在里边 那么大家来想一想 我这里是不是每4根小邦分为一组 那也就相当于 这个除法就是把每4个原材料可以建成一个产品 除法就想了 这个产品啊 我都建出来了 那我是不是要卖出去 我卖出去怎么样 我得放在一个 哎 看得见的地方 所以咱们最后的结果应该放在哪 对了 除法就想了一办法 那我就放在我的厂子顶上 对吧 所以咱们的结果啊 就放在这个厂子顶上 哎 那大家看一看 我这个柿子 哎 是对的吗 反正大兵老师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什么呀 我知道的是这个柿子啊 不全 它可以是这样 但是呢 我可能是算错了呢 对不对 所以啊 哎 这个时候聪明的 哎 除法小朋友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不全 我又不能验算哪 怎么办呀 那你看我就这样子 你看我还顺便验算了一下呢 首先还是一个厂子 对不对 我把13个原材料放在里面 每4根可以放一个 哎 组成一个产品 那大家想一想 哎 我能组成三个完整的产品 那除法小朋友就想了 那我就把3放在这厂子顶上 对吗 那请问这厂子顶上我能放在1的这个上面吗 不行 为什么 那想一想 这个1啊 我单独看这个1 是不是 哎 它不够组成产品 是这样的吧 那这个1想了一个办法 怎么样呢 我就去向旁边的这个 哎 3去帮忙 当单独看3的时候也不能组成 但是我们说团结力量大 对不对 我们把1跟3放在一块看 那是不是组成了13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每4根分一个了 所以咱们就把功劳呢 就写在我们3的这个头顶上 也就后面这个A数的头顶上 那么13 每4个 是不是可以生产一个新产品 对吧 所以就把A3个产品放在厂子顶上 那我们验算一下呀 3 4 12呢 哎 出发小朋友就想了一下 你看这里是不是就12个 咱 然后咱们用13减10啊 是不是还剩一个呀 是这样的吧 哎 到这里为止啊 出发小朋友就想了一下 哎 这个还不错哦 我还可以验算一下 我看我的原来的 哎 原材料是不是都已经用完了 对不对 哎 所以这个呢 算是我们现在除发算式的一个雏形 但是 这里有一个问题了 哎 这里放一个减号是不是太麻烦 对吧 我们说数学家都比较懒 对不 那除发小朋友也同样的 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有没有最简单的办法 再来表示咱们的除发 是不是呢 当然有 那我们就在这个雏形的这个基础上 怎么样 把这个减号给省略掉了 对 省略了一个减号 那为什么要省略减号呀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13和12是在相减 我就看我用完了12个原材料 我剩下了多少个原材料 是不是写在底下就行了 是这样的吧 所以注意了啊 咱们的除发数是 跟乘法 加法 减法都不一样 它比较特殊一点 它首先是盖了一厂子 把咱们的备除数 也就是原材料写在里边 把咱们的除数 也就是我需要用到多少个原材料才能建出一产品 放在咱们的厂子外边 然后把咱们的新产品怎么样 放在头顶上 厂子顶上 是这样的吧 而且一定是放在后面这个小朋友的头上哈 这个时候咱们来检验一下 3 4 12呢 是不是 哎 就是我们用完了的 这个时候用原来的原材料 减去用过了的原材料 一定就是剩下的原材料 注意了 这里不是加 而是减 好了 这个呢 就是出法的术师 来 咱们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咱们的出法术师 注意了 这个13就是咱们的被除数 4就是咱们的除数 3就是咱们的伤 那么还有一个是 哎 特别好 语数 我们写在最底下 当然了 之前学过的是不是有可能是0 对吗 这个时候就表示 哎 语数为0 那请问我这里的语数可能是5吗 大家想一想 不可能 为什么 最开始我们上几课是不是讲过了 语数一定要小于咱们的除数 当我余下来是5的时候 大家就要思考思考了 我剩下的5个原材料 是不是可以每4个还可以建一个产品 是这样的吧 OK了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除法术师 来 接着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43除以7 就是把43平均分成7份 每一个就是 哎 对了 每一个就是 6742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这个 我怎么能凑出 接近43又不超过43的惩罚口诀 那么咱们就是6742 然后43 用去42之后还剩一根 好了 这是咱们的横式 再来看这个数是应该怎么思考 我们说原材料摆在这儿 每7根 哎可以建成一个新产品 那么咱们的产品就可以建6个 对吧 而且是找了3来帮忙 所以写在3的头顶上 那6742 咱们把乘出来的 用完了的写在底下 最后咱们是 把这两个 对了 是相减 而不是相加 为什么 底下是用过了的 上面是原来的 我是不是还剩下一个 对吧 哎 理解一下意义 好了 请问43是什么 被除数 也是原材料 7是什么 除数 对吧 好了 那6是什么呢 商 那余下来的1 就是咱们的余数了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把所有的来总结一下 这是咱们的横式的表示形式 对应着咱们的A数式 注意了 我们的被除数一定是写在厂子里边 我们原来的原材料 对吧 除数呢写在厂子外边 我每4个呢 组成一个 这是咱们的新产品 也就是咱们的商 最后咱们的余数写在最底下 这个出来的是怎么出来的呀 每4个能组成一新产品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组成了3个新产品 那就用去了12个 所以这是3乘4或者4乘3的乘积 那最后一相减 是不是就出来余数了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每个数都知道意义了 接着咱们看一下巩固练习吧 先来看一下第一题 26除以4等于多少呢 自己先尝试着做一做 想一想 好了吗 OK 没问题 26 我们把26个原材料 是不是写在底下 对吧 然后把4 每4个能组成一个新产品放在上面 那最后能 哎 对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 4多少是最接近26 但是又不超过26的 对吧 这个时候4 45 20 46 24 47 28 47已经超过了 那么最多是不是可以上6啊 对不对 上6 那这个时候我看一下用完多少了呢 用了24个了 还剩下 两个 对吧 OK 没问题 再检验一下 是不是呀 怎么检验呀 教大家一个方法 除数和商相乘 是不是4624 加上咱们的余数 是不是应该是原来 哎 所有的原产品 对吧 OK 好了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把最后的得数 商写在我们的商的位置 把余数写在咱们的余数的位置 好了 来接着来看一下第二题 59除以7等于 哎 我们先不管上面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数式应该怎么办 原材料是59 每7个能分为一个新产品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 7 9 63 超过了不行 7 8 56 对 我们尝试着去看一下 对吧 7 8 56 用去了56个产品 56个材料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59 56 应该是 哎 对了 还剩下三个材料 对吧 接着我们来看 这里应该填谁 在商的位置应该填 商 在余数的位置应该填余数呢 对吧 非常的简单 好了 来 接着往下看 哎 这个就是我们想的过程 思考的过程 想四和多少相成的鸡 能接近26 并且小于26 好了 来看一下练习巩固的第二题 一根绳子长39米 做一根长绳需要7米 这个时候请问 这根绳子可以做多少根长绳呢 好了 自己想一想 还剩下多少米 自己尝试着做一做了 好了吗 哎 咱们可以用横式 并且也可以用数式来帮助理解 帮助解决 是这样的吧 OK 来 先来看一下横式应该是39 每7米 可以做一长跳绳 就是用39除以7 那这个时候咱们用数式来辅助理解 39个原材料 每7根做一新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想想 4728 5735 67 42 对吧 超过了 所以只能上5 5735 用了35米 还剩下 对了 还剩下4米 解研一下 余数是不是比除数要小 没问题哈 OK 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做5根长跳绳 还剩下了 对 还剩下了4米 还剩下了4米 是这样了吗 来 对了小朋友举手 特别好 自己画两个小脸哈 OK 那么好了 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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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更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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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